第五十四屆澳門加蘭胚治大賽車 早早進行的保時戰亞洲盃 歐陽若熙在屈絲犯規的情況下奪得冠軍 而英國的失勤就因中司撞車 奪得全年總冠軍 梁安琪報導 早前排位賽 香港車手歐陽若熙取得排頭位之隔 賽事一起步 頭幾輛車都貼得很緊 歐陽若熙率先帶頭 英國車手屈絲 和菲律賓的中司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 賽事的頭八個圈 歐陽若熙一直守在領先位置 屈絲想找機會超越他 但都未成功 而在第三位之爭 就落在日本的澤歸泰 中司和李英健競族 可惜去到賽事的第九圈 中司在浦經灣失誤壯難 結果全年的保時節亞洲盃總冠軍 要拱手讓人 差不多同一時間 一直想超越歐陽若熙的屈絲 在浦經灣前終於成功進佔第一位 整項賽事都在安然無恙的情況下進行 只是出現過兩次選意外 不然是中司是浦經灣犯錯 以及日本車手坐在目後帶 第四圈的時候 在文華東方式誤壯難 原本英國的屈絲 以24分51秒506 出線完成10個圈的比賽 但賽後歐陽若熙提出上訴 自屈絲在賽會揮動六旗下超車 最後賽會判屈絲加30秒 所以歐陽若熙由第二變回冠軍 習歸泰得第二 貴軍是李英健 至於被罰的屈絲就只得第五名 而全年保時節亞洲盃總冠軍 因為中司的失誤 由英國執勤輕易奪得 澳門 至於是 近年保時節亞洲盃總冠軍 短三名保時節亞洲盃 補名